好 最新的消息来看到年底五都要选举了 那么要协调五都的参选人 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了 昨天就下乡Long Stay了 到了台中去 那么今天早上呢 就跟胡志强来早餐会 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徐一玲来告诉我们 一玲 好 主播个文众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 为了年底五都选举 已经展开了下乡的Long Stay之旅 那一战呢就来到了台中市 那么大约在上午七点半左右 金普聪和台中市长胡志强一起共进早餐 谈的呢当然是参选大台中的相关的性结 那么详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我们来听一下金普聪的说法 如果像以人气度来讲 也许你们党内不会进行民调或什么 但是以人气度来讲 也许胡志强在民调上每次都很高 所以你们协调考量的机制是什么呢 你刚刚已经替我讲了一大堆我没听过的假设 又替我说了部分的答案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如果能够协调成功 我们就推出我们要征召的人选 如果中间还有人觉得自己这个坚持要参选的话 那我们就进行民调 民调完以后我们再进行协调 那么现场呢胡志强和金普聪握手 还趁机调款了一下马英九以及郝龙斌 注意啊没有准备相扣啊 你们都觉得懂 今天我们就拍了这个金普聪一个玩笑 其实在227立委补选二连败之后呢 金普聪的压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 马不停蹄的进行下乡的征询协调之旅 第一站就来到了大台中 那么昨天晚间其实金普聪就下榻在台中市区的饭店 要在一个月之内就协调出五度的参选人 那么上午呢和胡志强吃完早餐之后 金普聪接着继续要再到国民党的台中市党部 以及台中县党部来协调拜会 有意参选大台中的人士 来避免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以上就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给国内主播 好这是我们看到金普聪已经开始long stay了 要好好的来协调一下年底的五都参选人